欢迎收看10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萱 首先带你来关心的是 从去年9月18号后一连串的天灾地变 重创花莲南区社区聚落连外道路 花旗十五线到食品大度路段 而今天凌晨4点多左右 道路边波大面积摊坊 大量的土石阻断道路 由于这是副理乡 明里卓西乡 古风食品区域谨慎的连外道路 现在摊坊中断 农民无奈又气愤地表示 现在南区市条条大路都是危险 民众就如往常 绕往食品部落前往复理 或者台东的交通路线 此时被警方给揽了下来 原来前方道路摊坊无法通行了 不能过 摊坊了 就会爪不能过 地车都不能过 今天凌晨4点多 花旗十五线16公里处 大度食品路段 编驳土石摊坊道路中断 第一时间货报后赶紧封路的论天派出所所长余明和 一早也在现场指挥交通 避免民众闯入危险 来到道路摊坊的地点 从编驳上方滑落下来的大石块 泥土夹杂的树木淹没整个道路阻断交通 由于这是副理乡明理 与卓西乡古风食品区域谨慎的东西向联系道路 现在道路中断了东西向交通也应生瘫痪 你报这个也是危陆危险的路 你还是叫我们过 那边危险你又送来这边也是危险的东西 危险的路 政府都不考虑说 做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给农民过 目前东西往来交通 只要绕道而行 又得要花上一个小时的路程 乡明代表杜金模 除了希望县政府能尽快先行抢通 也期盼能设置变道替代通行 要绕到东里去了 太远了 这样绕最起码要多了十多公里 有什么建议吗 其实当然是有 就赶快变道赶快 赶快要修建变道 道路边波坍塌面积广阔 大量土方阻断了下方约20公尺长的道路 县政府也在上午11点多左右 立即调派重型机具 进驻抢灾抢通 面对一连串天灾地变 重创南区社区聚落的交通 在地居民无奈 只希望县政府该好好整顿 南区交通网络的环境安全 记者是玉兰副理卓西采访报道